你 哈囉 歡迎大家來到 童女郎的頻道 我是兔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生產完之後 從這個外星人手中 多揮自己身體的感受 你應該是非常有感受吧 因為我覺得我一直在 影響你 我記得你那次懷孕的時候 我一直跟你說 我覺得你好奇怪喔 這不是你 這一段接近一年的時間 會一翻掉我認識你 五年以後的那種狀態 好啦 跟大家分享第一個 味覺上面的改變 就我認識你的時候 初期交往的時候 你是一個很喜歡喝咖啡的人 我們那時候 還在熱戀期的時候 之前是分開上班的時候 我們都會拍 今天又買了咖啡又幹嘛幹嘛的 所以我就知道你是一個 喝咖啡的人 然後你懷孕的時候 聞到咖啡就 再來跟大家細細的說明 關於喝咖啡這件事情 其實在懷孕前 你都會聽大家說 懷孕的時候你的口味會變得很特別 或者是有些人說 懷孕不要喝咖啡 身為一個孕婦我覺得 媽媽身體就是很聰明 會自己去做選擇 你就是會 自動不喝咖啡 那時候我還在美國的時候 我們也是每天就會 就泡咖啡 早上泡咖啡喝 我大概懷孕一個月 兩個月的時候 我還跟你慶幸說 我覺得我對咖啡還是很喜歡 我並沒有因此不喜歡咖啡喔 不然有一天 聞到咖啡味道 一開始是不能喝到 後來是連聞都不能 所以你被我逼到 連咖啡都不能煮 對 我就偷偷摸摸 要嘛就是在你休息的時候 煮完之後 要趕快把味道弄散 要不然就是自己去外面買一杯 很可憐喔 對 我就很可憐啊 隨著你越來越要卸貨的時候 你就開始有點拿回身體主控權 半夢半醒之間 想到自己喝咖啡幸福的樣子 我要跟大家說 快要卸貨的時候 有一天在高速公路要下來 我記得是一個下午 我就說 哇 現在來一杯咖啡有多好 然後我就很開心的跟你說 我是不是要回來了 我開始會想要喝咖啡欸 想像擁有咖啡的美好 我覺得那樣子的人生是不一樣欸 傷口復原完 開始可以活動喝咖啡的時候 你就 對嘛 真美味 尤其是那個第一口咖啡的感覺 真的是會讓你覺得 美好 對 生活一切的不如意 壓力 就在那一口咖啡 通通被 釋放掉 那個感覺有多好啊 回來的一個徵兆 我現在可以喝咖啡了 非常可以 而且可以喝很多咖啡 好啦 以上是我們的分享 莫比奇妙 超冷 下一點是聽覺上面的感受 很多人應該很難理解 懷孕跟聽覺上面有關 我也沒有辦法理解 就蠻奇怪的 因為我們很常外出嘛 你在車上第一件事一定是開音樂 選了一個喜歡的音樂 你才會啟動 對 一開始你是開家裡的車 我還為此 研究了一下你的車子 你去找了Ox 我特別用那個傳輸線 讓他可以播音樂 包括我們家自己的舊車 我也是想辦法 讓他可以播我現在可以播的音樂 到中間我們換車 有自己的車之後 更誇張 你還會把音響在那邊 挑聲音的配比嗎 你要還哪裡嗎 超級在意聲音這件事情 懷孕之後呢 他就開始都不太聽音樂 聽什麼音樂都煩躁 有嗎 我會怎麼樣 你覺得音樂有點吵 你覺得音樂有點吵 我們不是開Polo嗎 Polo Beats 我特別選了音響比較好的特飾版 後來我們換了這台T管 其實它的音響也是很好 就是它也是被加強過的音響 然後我就會跟你說 現在車的音響 是不是沒有那麼好啊 我懷孕期間會懷疑 我們車子的音響不好 到我現在懷孕後 我就瘋狂開始播音樂 重點是我現在就覺得音響很好 真的嗎 對 所以我覺得是我的問題 我還亂懷疑是音響的問題 可是你買了環繞你也不聽嗎 懷孕期間我就是一直不聽音樂啊 就很哭腰啊 然後環繞中你跟我說什麼 你是不是不會挑 我覺得你沒有把它調到最好聽的 我在電影聽不是這個樣子 我會有一個我認識的我是一個版本 我明明對音樂是喜歡的 音樂都是同一首歌 那就是音響的問題 對音響我特地還找人再來調過一次 當場聽完 對 好聽了 會放嗎 不會 懷孕期間我都沒有放過音樂 然後我就會說 我覺得這樣安靜一點蠻好的啊 你有一定要聽音樂嗎 對 而且你知道很過分是什麼嗎 懷孕容易累 你就會睡覺 然後我自己開始我就超無聊 我還不能放音樂 我自己有一個喜愛的清單 就是我把我所有喜歡的歌按愛心 它就是在裡面 那一個清單是我記得我懷孕前 就一直開始累積歌曲 然後在我生完之後 有一天在高速公路上一直播了一首歌 靜靜的把那首歌全部聽完 我們兩個都沒有講話 我聽完之後我就問了他一句 我說這首歌後面本來就這樣嗎 然後你就說很好聽的齁 我說我怎麼沒有印象我聽過 因為你從來沒有播完過 徹底聽完整首歌 然後我就覺得solo地方怎麼這麼屌啊 然後你後面還加了一句說 後面solo很厲害齁 嗯 我生之前這首歌聽完都沒辦法 你知道我這個人聽音樂有個習慣 我不喜歡第一句歌 只已經唱進來的時候 你就給我跳下一首 前奏OK Vocal一進來就切 我就覺得啊 我好焦慮你知道嗎 然後以至於按愛心的這首歌 從來沒有被聽完過 然後還有一個很奇怪 他只看到一半也是放了一個 有個聲音 蛤 從在叫的聲音 有個禪 蛤 我們在高速公路上 不會有禪 有 我就指音樂的螢幕 蛤 是這首歌嗎 這首歌一直有這個聲音嗎 對 懷孕期間也一直在聽這首歌 可是我都聽不到禪的聲音 我的聽覺好像受了很大的影響 好這就是關於聽覺分享 大家一定覺得說 到底為什麼懷孕期間會有這種改變 可是我就是有 卸貨之後我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事情就是 很想工作 非常想工作 會有一種 把身體要回來的感覺 哭了背起來 哭了背起來 然後上次你就可以就是這樣子 就是有沒有 各種角度 然後你可以整理東西 恭喜你回來 懷孕最不想做的就是 就是哭了背起來 這件事情是絕對不想做 所以我現在就是在家裡 瘋狂整理東西 一區一區的整理 這一點還不錯吧 不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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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很想看我們的影片 請不要吝聲按下訂閱 小小的舉動 大大的幫助 訂閱 下一點是嗅覺上面的變化 我想這一點你應該是非常有體悟的吧 我覺得超痛苦 家裡要香香的 每個地方都要擺一些闊箱啊 或是蠟燭啊 後來我們就出國去做恭喜了嘛 再回到家的時候 我家本來就四個味道嗎 這個香味太濃了 我不行 全部都要收走 收到那個櫃子裡面之後 那一打開 不行 全部給我拿去丟掉 然後我就有一個擴箱 因為你沒有把它丟掉 所以我就是還在那邊跟它奮鬥 倒到馬桶裡面去 然後 倒下去的時候 味道就碰在它上來 而且我記得這件事情 我也跟你說你先放著 我忙完手上的事情 我就去處理它 我現在就殺了它 倒掉 先是空間的味道 比較濃烈的味道不行之後 開始管到我身上 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 抱在一起嗎 突然就彈開一臉厭惡說 不要跟你抱在一起 我不喜歡你身上的味道 噁心 為此你把家裡所有 謹慎的乳液全部用過 全部都試過一輪 而且我還不敢擦全身 就擦這樣 這樣可能嗎 可能可以 OK好擦全身 不行 被子把你自己包好 一點空氣味道都不要露出來 要把自己包好 然後還有洗身體 所有洗澡會用到所有的東西 它覺得太香的 它全部都要暫時不能用 但我現在 我開始已經覺得 我漸漸回來了 就把蠟燭拿出來點 我把我們的那個 洗身體的東西 我就開始換回來 我以前會喜歡的味道 我懷孕前大部分都是 木質調香味 但是我懷孕期間我就是 都不行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把它 通通給它放回來 就連私密機的清潔 也選木質調 你一定想不到連這種東西都有木質調的吧 我覺得這很讚 HHH私密直萃抗菌潔淨露 他們家的私密機清潔產品 是可以選香味的 我們特別喜歡木質調的 其實產後啊 都還是會特別注意 私密機的清潔 大家都知道產後會可能 對不對 能抗菌啊什麼的這些東西 我覺得都很重要 尤其抗菌這一塊啊 產後私密機相對比平常更脆弱 HHH比較溫和 添加一些抗菌成分 就會讓我們用得更安心 然後它的產品有分 涼感跟 不涼感 就是沒有涼感 它其實包裝就看得出來 它會有一個 冰雪的記號 屋底的這一款就沒有 玫瑰跟微風 就是涼感的 它上面都有一個 雪片的記號 那我目前是用沒有涼感的 因為我實在被它的味道 深深吸引 HHH全系列產品呢 都有添加多種脂萃 減菌率達到99.9% 孕期 廠後或是本身私密機 比較敏感的人都很適合 它其實是針對台灣這種 比較悶熱的 環境氣候去設計的 我們大家都知道台灣的環境 而且現在是夏天 所以如果台灣女性 如果你們有這樣需要的話 其實是可以考慮 這一款產品的 這一款木質調會讓兔兔這麼喜愛 是因為它的香味呢 是用自然精油去設計的 它並不是用化學仿香的方式去調香 像香水一樣有前中後調的 私密機保養成品 非常嘎依 使用起來是我覺得 有涼感跟 其實我都會交錯用 純粹就是看我自己喜歡什麼味道 我覺得那種不會很乾涩不舒服的感覺 是很重要的 當然如果說你喜歡涼涼的感覺 可以選涼感啊 就是這樣 介紹給大家 來分享下一點 我們的觀眾都知道我有一個綽號 叫做雷神 因為我雷的不可思議 懷孕之後 就又回來了 這個雷呢真的是讓我 我都忘記你很雷了 我們來舉幾個例子 我覺得這是從月中開始 開始慢慢就是你了 馬上就跟著雷了 免洗內褲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非常有趣 大家看過我們月中的房間介紹 那個馬桶它是沒有蓋子的 因為它加了那個 落把扶手 免洗內褲就是有外包裝塑膠袋嗎 之前都幫它撕了 但那一天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能就忘記撕了 不不不 我就說 沒關係 我自己來 他就覺得他可以 他就自己撕了 然後我就躺在床上我也不動了 漂亮 泡霧線飛啊 然後就飛到馬桶裡面去了 然後我就覺得很窮 我就默默的再走到櫃子裡面 再去拿一個 我開始把這件事情放在心裡 沒有跟你說 我只是覺得弄很久才回來 但你回來我就會不管 想說你可能不知道又幹嘛去了 第二天之後呢 我在刷牙 我說要幫你撕嗎 你說不要 我可以 我想說我經過昨天這個經驗 我已經知道會發生哪一種類似的 我這次會有技巧的把面前的櫃給打開 我可以 他就離開了廁所走到我後面 然後這時候我梳完口什麼剛好弄完 一個轉身 一個免型內褲這樣飛過我面前 掉到那個洗手台裡面 我說傻眼 他就開始臉很臭的開始要生氣 我趕快把內褲拿起來 我跟他說這個水是乾淨的 不是我噴過沒有沖過 我塑完口之後我有再洗過 這是乾淨的拿給他 他說誰想要穿試掉內褲啊 然後就很生氣跟我說 你知道嗎 我昨天把內褲開到馬桶裡 我如果聽到你昨天有掉到馬桶裡 我就已經感覺到你努力要規避風險了 因為我知道你特別走出來走到我後面了 背對馬桶 他怎麼會海掉到另一個洞裡去呢 而且你知道他永遠飛出來都是這樣 他都有一個很漂亮的拋物線 然後會有種進洞的感覺 我更不爽 然後第三天 不死心 堅決要自己開成功那個免型內褲 其實要一次成功 所以呢他這一次呢 整個離開了馬桶 背對馬桶 背對洗手台 然後我就坐在床上看他開 直接射到地上去 我老婆回來了 無論你怎麼規避危險 你所在的地方人就危險 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雷卡 無論你怎麼規避依舊危險 沒洗內褲注定要在地上 還有大家不是知道我現在就是喜歡喝咖啡了嗎 生產完之後我們去弄頭髮 我們買了一杯咖啡一人一杯 然後發現 怎麼沒有弄均勻欸 我想要吸管 所以我就這樣一邊咬 然後一邊轉頭過去說 我要那個吸管 那邊的人就親眼看到我把咖啡打到地上去 人家都還沒開始就要先整理地 我們回家之後顧小孩 他為了體恤我 開始要當小奴僕了 提咖啡回來 回來之後呢 我還很貼心 放上我們家的吸管 然後帶到乖郎面前給他喝 一直傾斜一直傾斜 因為他要餵我 我要去做外送了 媽媽我來了 我是新任的小奴僕 阿翔你沒有手機 阿姨要快撒起來了 好可怕喔 他一直傾斜一直傾斜 可是我就覺得 天啊我還沒喝到咖啡 我就要先被咖啡領到 所以我就是很慌張 因為我手上在味道 但是咖啡撒到兒子身上的話 那很麻煩 你知道我們那時候 腦袋一瞬間就是一直在運算 到底會發生什麼情況 來不來得及阻止 還好我成功阻止 對 我還有做一件最雷的事情 我們的生產影片 我們上傳完之後 因為有一段是 算是多剪進去的 那時候在後台的時候 我就先想要剪掉那後面的55秒 然後我就跟他反映說 我等一下再處理 因為嬰兒是要上來接寶寶了 我先跟護理師聊一下寶寶剛剛的狀況 然後把寶寶送走 好不容易送出去 掰掰 晚安喔 門一關起來轉頭 他就跟我說 我這個臉嗎 我這個臉嗎 對 我整個心都涼 要留的影片剪掉了 把不要的留下來 這影片剩55秒 可能要重新上傳 等一下我覺得那句話真的很討厭 我把要的刪掉了 不要的留下來了 你還讓剪輯師愧疚到不行 我沒有人要讓他愧疚 我自己都愧疚到不行了 好不好 這只是我們團隊還有另外一個女生 還有剪輯師 總共這樣四個人 然後呢 另一個人在安慰剪輯師 然後你在安慰我 我覺得他好煩 然後還跟他說 不要愧疚 他如果愧疚的話 就去剪其他的片 轉移一下注意力好不好 生完之後 你覺得你拿回是你的主公主 你覺得自己無敵又萬能 你就什麼都想要做什麼都想試 攔不住的 我是不是跟你說這個放著 我等一下來弄 不要我覺得我可以 好啦今天分享就是 懷孕給一個媽媽帶來的影響 懷孕前的自己 懷孕中的自己 跟懷孕後的自己 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你的差別大概只有 有懷孕跟沒懷孕 生完之後跟你懷孕之前是一樣的 沒有比較雷你放心 我覺得你要在超越你自己看 好啦 那你們如果有什麼 懷孕要回自己身體主控權之後 最大的體悟 可以跟我們分享 不一定是我這種雷的 我是本身就很雷 好不好 好啦以上是我們的分享 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想要說掰掰